从2010年到2018年,业主们几乎每隔半年就会听到某家居民败诉的消息,全额支付拖欠的判决让业主们完全不能接受。 也就是从那时起,业主与原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。 2018年4月左右,迫于案件量众多的压力,原告对业主的起诉便移交到了九仙桥人民法庭。 物业公司虽然撤离了小区,但是当时拖欠的物业费并没有收上来。 于是物业公司就将拖欠物业费的200多位业主给告上了法庭。 看着这份涉及上百人的起诉书,负责办案的张法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 虽然张法官本人拥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,是一位老法官了,可是处理这么多被告人数的案件还是头一次。 办案效率、处理方式、后续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,这些都是营绕在法官脑海里的关键因素。 鉴于此次物业纠纷涉及的人员众多,同类纠纷案件占得比重大。 朝阳法院为此成立了专项审判组。 这个案子我们受理之后,第一个阶段我们对涉案这些当事人进行了提示督促。 在第一阶段之后,这个当中大概有10%左右的业主主动与对方协商解决了相关的问题。 对于不同意协商解决的业主,法官开始向其送达起诉书,不过此时法官也收到了业主们提交的许多材料。 这些材料记载着原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种种冲突,甚至有业主专门找到张法官描述当年发生的一幕幕往事。 就在这个过程中,法官也听到了更多业主的心声。 按小区里晚上就一个保安都没有,然后门口的保安就睡大觉了,所以你就觉得那个安全性特别差,就希望能改进一下,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什么改进的迹象。 听过业主们的反馈后,张法官认为,此次纠纷对抗性非常强烈,如果按照老方法开庭解决,很可能将矛盾进一步计划,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。 看得出来,业主和原物业公司是积怨以身,如果开庭审理很有可能计划矛盾,那么承办法官能有什么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,又能够如何的化解矛盾呢? 广告之后,我们接着说。